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平断断 恩恨远远 嘻嘻哈哈就有只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敌人节》断案新编 长大以后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黑暗中跌倒 哎呀 每每听到这样的旋律 本官就不禁山染泪香 青春逝去 韶华不在 可悲可叹 可悲可叹啊 想当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那时光是多么的美好啊 大人啊 你就先别感慨抒情了 一辈子看来 经过大人刚才那一番 小之以轻 动之以礼 犯罪嫌疑人王三郎 已经快要招共了 几位这都查了啥小时案子了 一句话都没问我 又是怀旧 又是唱歌 大人 这是 这弄不上我呢这是 你说什么 已经三个小时了 那就是已经过了一个半时辰了 哎呀 本官对自己许下承诺 要半日之内破案 袁芳 你算一算 还有多少时间 我算算啊 大人 你这好日子长着呢 可千万别因为一个案子就想不开啊 大人 本官真想对你说一句 翻滚吧 牛宝宝 啥意思 大人 我来了 我来了 今儿早上睡过了我 没关系 来了就好 你一来我就有左膀右臂了呀 啥玩意儿啊 这二拉八级的奋讯官 咋称你左膀右臂了呢 大人 你这太不讲究了 再咋说也得给我留一席之地啊 风哥哥 没事 我听你 你来当大人的左膀右臂 我来当左右手就行了 咱不争这些个啊 和谐 和谐最重要 这么和谐呀 我可怎么办呀 大人说半天那破案都这会儿了 大人这是三指无驴呀 说什么 三指无驴 三指无驴 中国成语意思就是讽刺废话连篇 不着边际 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区区一个打驴的 竟然在这儿跟我秀成语 说上本官的面子往哪儿搁 大胆 王三郎 我家大人神 那自有一套天衣无缝的程序 请容你来指手画脚的 大人这叫声动机器 隔岸观火 欲请故纵 手道琴来 你懂吗 我不懂啊 我就觉得吧 这些成语用的好 但是这个三十六计用的不咋地 比如这个隔岸观火吧 它的意思就是 隔岸观火 三十六计之音 它的意思是 够了 王三郎 就你知道的多 本官乃长堂大学师 对啊 知道大学士吗 就是上了大学 取得了学士学位 大学西 大人 刚才你解释不是我说的 是旁呗 哎呀妈呀 大人 你才是学士啊 这么掉价呢 低调 低调哎 哎大人 茶案茶案 怎么突然要来茶楼喝茶呢 哎呀 这个茶案嘛 当然要喝茶了 不然怎么叫茶案呢 哎 这个茶博士啊 给我起碗包子 本官要好好的喝一壶 来咯 哎哎哎 范薰军官 你咋在这儿当茶博士呢 我说方哥哥啊 哎 工资太低 不搞点副业 没钱花呀 这么大个茶壶啊 哎呦 真够大人喝一壶了呢 哎 哎 范薰军啊 我邀请的客人怎么还没有到啊 哎 到了到了 哎 在后花园待着呢 来了就哭 刚好茶楼新修了一座喷泉 我就让他上那儿哭去了 嗯 好 元芳啊 到 你随本官到后花园去走一走 是 敌人结合元芳来到了茶楼的后花园 只见是须静通幽 景色宜人 还有流水 哗啦啦啦啦个流个不停 那真是人间仙境 世外逃远呢 林二掌柜可在此啊 谁在呼唤我呀 元芳 刚才那个水声怎么说没就没了 你说水声 那个不是水声咯 是我的眼泪呀 我们那个大掌柜 他死得好惨哦 行 林二掌柜 你这衣服上咋有红色的血迹啊 哎呀妈 这这气氛 一下就紧张了有没有 来来来 我给大家起了一碗包子 慢喝 慢喝啊 哎呀 你问我这个血迹啊 哎呀真是的 我这个堂堂钱贵二当家的 咋就穿个脏衣服就出来了 真是丢死个人呐 哎 等等 你刚才说你是钱贵二当家的 对啊 正经八板的 朝廷认证 这是我的名片 哎呀 那大唐之末和尚团是不是老去你那练歌去啊 天天天不亮就去 天黑了才走 最近不是要比那个什么了吗 啊 大唐好声音 拿起练习啊 哎呀 哎呦 你俩说的那个大唐之梦和尚团 是不是就是那个真观六年 在啥阳光大道 还是啥月光大道上 获得年度总冠军的那个和尚团啊 可不是咋的 我爷爷元彪老喜欢那和尚团了 哎 那啥 林展贵 啥也不说了 大唐之梦再去钱贵练歌 叫上我呗 我得要个签名啊 袁芳 哎 袁芳大人 你 你咋窜到方天上去了呢 哎 这不大人猛的一叫吓我一跳吗 哎呀 大人呢 你刚才那一下可吓死我了 袁芳 你刚才那招 可是失传已久的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武林至尊的武术招数 要发挥这招的功效 必须对发工人猛然大喝一声 让其受到惊吓 进而激发其弹跳能力 由此得名 吓我一跳 袁芳啊 你刚才说你的爷爷叫袁彪 难道是贞观年间的武状元 袁彪 哎呀 没想到我童年的武相 竟然是袁芳的爷爷啊 不能失态 淡定 淡定 那个 要是没啥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我那个钱贵的生意 太多太忙 哎 林掌柜留步 你 你喊我啥 林掌柜啊 难道本官喊错了吗 二十年了 每个喊我都是喊 林二掌柜 哎呀呀 只有你啊 喊我林掌柜 好激动 我好激动 哎呀 我这回去靠胡柴的功夫 这咋又哭上了呢 大人哪 大人哪 知遇知恩哪 你问我啥我都告你 这个事情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钱贵的大当家 也就是钟掌柜 已经两年多 不管钱贵的事了 那前前后后 全都是我在忙啊 哎呀 眼看着生意 就要被街东头的 肯德奇给抢走 那我真是心急如焚啊 这个肯德奇 跟你有啥生意纠纷啊 有所不知 你们有所不知啊 这个肯德奇 那是从夕阳流传到大唐的 他现在生意做得很大 早餐 午餐 晚餐 夜宵 这都不说了 还除了上选早餐 上选午餐 上选晚餐 上选夜宵 你说说 这把我们的潜在客户 全都给抢走了 潜在客户知道的吧 啊 这拿夕阳话说 就是P-R-O-S-P-E C-T 苗子E 你还会说阳话呢 这点阳话是字母 好不好 你拿拼音念不是更好吗 大人 您这就外行了 现在咱大唐 有东宁人 西洋人 高丽人 还有天竹人 不懂点外语 咋能在这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呢 今天怎么竟碰上 这些个爱显白的人呢 先是那个王三郎绣成语 再接着就是那个二人寻官绣学历 然后是原方绣祖宗 现在就是个林二掌柜的绣西洋画 看来本官不绣一绣是不行了呀 本官今天要绣的就是查案 半日之内侦破此案 不然本官还在这里怎么立足 林掌柜继续说案子 好好好 大人啊 刚才说到钟掌柜已经有两年 不管钱贵的生意了 他平时干嘛呀 就羊羊鸟跳跳广场舞 还说要排练什么 最炫大唐风 哎呀呀呀呀呀 这最炫大唐风最近炒的火热呀 这个钟掌柜 那就是为了艺术放弃了生意呀 哎 林掌柜 你刚才说钟掌柜平时养鸟 你可知他都养的什么鸟啊 有黄鹰 华梅 松狮 哈士奇 难怪我以前老看见有人提个笼子 里头放个哈士奇 第六人到处走 还跟人家斗鸟 原来那人是钟掌柜呀 哦 范巡官 这么奇异的景象 你居然从来没有跟我汇报过呀 这事封哥哥也知道啊 我以为他已经汇报了 嘿嘿嘿 怎么会是我责任呢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啊 现在不是旗内哄的时候 你们来看 林掌柜趁咱们说话的功夫 都已经溜走了 哎呀 看来钱柜的生意还真是离不开人啊 哎呀 等本官退了休以后 也要去钱柜工作 哎呀 倒是会你们二人可愿意跟随本官啊 大人 来这鸭场干什么呀 难道今儿要吃幽州烤鸭呀 幽州 也就是古代的北京 北京在唐代的时候叫做幽州 因为幽州的水特别的苦 不适合饮用 所以幽州也被称作苦海幽州 传说后来有一尊震海神兽 把苦海的海眼给堵住 北京的水这才变甜 不然的话 现在的首都人民那得多遭罪 幽州烤鸭太油腻了 本官还是喜欢长安的羊肉泡馍 那才是正宗的美味呀 哎呀 要吃羊肉泡馍 必须要在长安啊 咸阳啊 除了这两个地方 其他的都不正宗 本官这是给你们教生活常识 你们有没有认真听啊 这边敌人节说着话 却见原方跟巡官直勾勾的 盯着前方是一动不动啊 此等情形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 前方有钱 第二 前方有美女 别说本官俗气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人皆有之 身姿窈窕 好似芙蓉 又如凤姐儿 真是人间极品 人神共分的 这就奇怪了 不是说在此处养鸭子的黄英儿 是一位绝世美人吗 大人 民女冤枉啊 大人呢 不是说在此处养鸭子的黄英儿 不是个哑巴吗 大人 昨天死在这的干瘪老头 民女根本就不认识他 这老头 其实是天上下凡的雨狮 带给民间雨水和祥瑞 可谁知道黑妖出现了 黑妖他杀了雨狮 还把雨狮变成了这个老头 大人 凶手不是王三郎 是黑妖 这怎么回事 难道是黄英儿 为了给钟掌柜申冤 一夜之间会说话了不成 禀大人 我不是黄英儿 我是黄英儿的代理人 我叫范围奇 大家都叫我范围 范围奇 范围奇 你咋来了 黑人呢 他怎么陪你出来 你个大姑娘家的 没事在外面瞎留的啥呀 潘哥 您这管的可就有点太宽了啊 大姑娘的为啥就不能出来呢 你难道不知道 妇女能顶半天天吗 在人家高丽 大姑娘都能查案 还能当官 官名叫 杀她 对对 她们 可不就是 是她妈妈 长安话 她们就是 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呗 范寻官 你今天秀完学历 还要秀方言啊 对呀 你这太不顾及大人的脸面了 秀啥方言 秀啥 秀啥呀 我这堂妹一出来 我这脸都丢尽了呀 我还秀啥 我还有啥可秀的 大姑娘家家的 带字归忠 不好好地在家待着 趁着她被婚夫黑人 回非洲老家的这段时间 到处溜达 到处操操 不怕碰见节色的呀 我的酒妹呀 啥啥酒妹 到我说话了 本官还以为此处会来一段酒妹的音乐呢 看来本官是失算了 大人您没有失算 这不就来了吗 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 花中是边山的红桃花 蓝蓝的天和那青青里巴 花瓣飘落你生夏 花中呀是不是你的家 朵朵白依然不下 哥哥心中的酒妹你知道吗 是我心中那一幅画 酒妹酒妹漂亮的妹妹 漂亮的妹妹 酒妹酒妹 头红的花蕾 头红的花蕾 酒妹酒妹 可爱的妹妹 可爱的妹妹 酒妹酒妹 心中的酒妹 嗯 不错不错 长按之余还能听听音乐 真是心旷神医啊 看谁还敢说本官不会用成语 堂哥 你可真是应了那两句古语了 第一句叫狗眼看人低 第二句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堂哥 你看着 不出多久 就会有女巡案女尚书女总理 我大唐皇上不也是妇女吗 好励志啊 大人 不好啊 看情况 以后男人的日子不好昏了呀 哎 这可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呀 什么古话 男人征服世界 女人征服 男人 哎呦 风啊 空中自有鸟泪在盘旋呀 啊 飞掉蠢树 不好 大人 王三郎越狱了 钟掌柜的死 被说成是天上下凡的雨狮 被黑妖所谋害 却有歧视 还是有人故弄玄虚呢 原本被收押的犯罪嫌疑人 王三郎越狱了 案件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凶手 又是谁呢 明天同一时间 咱们就有答案了 广播剧 敌人节断案新编 策划 好位群 程寒 编剧 刘柯 后期 云中三月 演播 宝木 小曾 云中三月 左左 叮当 红酒 本剧部分剧情 改编自高罗佩撰写的 大唐狄公案 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 感谢您的收听 幽州烤鸭油太腻了 太油腻了 再接着就是那个 二人训 寻冠 再接着就是那个二人训 二人训关 现在咱大唐有东儒人 东营人 哈哈哈哈 拿西洋话说 那就是 什么 谁 给我 订阅 啊 宝木 怎么念 你就随便说一句 知道的吧 我啥都不知道啊 他们没有 就像同流 那斯洋话说 我 你 好 你 嘿 乖 什么 好 我 去 敌人节敌神当地的晴天啊 万幸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 平平断断 恩恨远远 嘻嘻哈哈又是一天 世间地什么他需要火炼 白心地什么他放在心间 他管你什么他找了人烦 坏蛋你什么他要玩玩啊 誓言你什么他怎么那么乖啊 远方你什么他一个不得闲 深谈你什么他寂寞灿烂 青瓜你什么他千百年 世间地震惊他需要火炼 白心地疾苦他放在心间 汤瓜你模样他找了人烦 坏蛋你小命他要玩玩啊 誓言他假日算怎么那么乱啊 远方他光好腿就一个不得闲 深谈你牌片的金光闪闪啊 青瓜你故事那千百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